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 稳超胜券节目 新春的一个元旦假期 严老师先祝我的会员 今天我们卖出去的一档股票 大获全胜 愿意以这档股票 献给我们可爱的会员 如果说你是长期 看了严老师节目的 不管你是看了一年 也是看了两年也好 在年终的时候 我们都会习惯性的 给予我们忠实的一个观众 一个礼貌性的一个回馈 这个回馈的话来自于 我们认为投资人目前为止 在市场里面资讯非常的少 我愿意贡献我所知道的 我所学到的 开盘八法 八法十二世 包含多空一阳线 均线三绝 这所谓的三合一的一本教材 我想今天就是开放给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来索取严老师的著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所谓的开盘八法 那开盘八法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所见到的 是由我们运达 运达投雇公司帮严老师印的 这本开盘八法 对投资朋友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如果说想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 严老师认为你应该从这本书 开始一一的去做出一个浏览的动作 老师说过了书里面有三项重点 是你在外面看不到的 也学不到的 它叫做开盘八法 量价结构的124 那包含所谓的多空阴阳线 也就是日本人他所交给各位的 以三根K线作为一个基础 来做出一个判别 等一下老师会举例给你听 那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的投资朋友们 你应该知道均线 只要看到均线黄金交叉 均线上扬 有意义的三条线 就能够帮助各位 做到一个所谓的多空趋势的 一个重要的判别 愿意就是以这本书 来送给我们的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来作为我们今年 最后一天的节目的一个结束 那如果说你是严老师的会员的话 老师说过了 这本书你应该有了 你参加我们会员的你一定有 那严老师愿意用一档股票 今天带各位做到一个低买高卖 让各位快乐的度过这个元旦的一个 所谓的新一年 来我们一样来验证一下 来先来看到这档股票 指纹辨识商机 那你是严老师的会员 我相信今天应该有收到严老师的简讯 那这档股票讲了三天 也涨了三天 这个叫做三根K线的一个判别 这个是由日本人发明的 就是用三根K线来判断 这个到底大盘这个股票 是落转强还是强转弱 我在节目里面先跟你讲过 它是属于一个落转强 今天出现一个叫做红三冰 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预告了 第二天出现一根长红K棒 第三天一样出现一个长红K棒 这三天连续的大涨 那我们今天就要公布我们这档股票 它在第一天上涨了10% 在还没有大涨的时候 我都希望大家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那今天这档股票正式的 跟电视机前面的投资朋友们 来做出一个验证 那如果说你是严老师的会员 今天应该都有接到 这一通关键性的简讯 那你可以从这通关键性的简讯 做到一个赚钱 老师今天要你赚的钱 不只是赚小钱 而且是要做到一个赚大钱 那有时候赚大钱需要一个累积 一次两次的操作 最主要的你要做对的动作 在这个地方 你要适时的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这档股票叫指纹辨识的商机 拥有一百四十项的一个专利 代号这个六四六二的神盾这档股票 那如果说你有布局的 到隔天都是创新高 这个新高的位置在135.5 上涨了多少6.5元 那上涨了5.03% 老师在那边给你放大给你看 就知道隔天也是上涨了 那今天的一个动作 它出现一个底部红三兵 底部红三兵 连续三天的大涨 从第一天开始的话 涨幅10% 第二天的涨幅5% 三天的涨幅 总计上涨了20% 那会员的权益我们会公布我们今天的操作 但是后面的一个操作我们就不方便了 那目前为止出现个底部红三兵渗透率 包含应用端就是后面的一个商机 这个渗透率的部分你要留意 目前为止的渗透率大概还不到三成 那近三年之后的话 这个渗透率会大幅的一个增加 但是我们先看到明年 明年的话你要注意这个渗透率 可能有机会成长15%左右 那应用端的部分的话 从iPhone4开始的话 这个指纹辨识就应用在所谓的中阶 高阶的智慧性手机 那以后的应用包含所谓的平板电脑 包含中国大陆目前为止 中心华为小米 我相信在所谓的明年以后 陆陆续续都会采取这个叫做 指纹辨识的一个系统 所以后面这个应用端你要注意 目前为止底部出现红三兵 我相信这张图感你也非常熟 来倒不拉近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外资 目前为止的持股比例 我相信外资它是目前为止非常看好的 所以说它持股的比例也是接近 百分之50以上 那这张股票我们说过了 我们操作结束以后 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会员 在节目里面验证 但是会员都有老师的简讯 我们简讯公布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来倒不拉近 那这张股票是特别会员 跟所谓的VIP会员两级会员都有做到 好那我们是代号是003 特别会员的代号跟VIP会员的代号都是003 代表这张股票身份证号码 好那我们今天有做一个动作 好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你今天一定感到很幸福 好在大盘横盘整理的时候 你今天收到严老师的简讯 老师简讯告诉你 新年快乐 这张股票最终的一个意义叫做新年快乐 这叫会员的权益 其实我们在这张字卡的后面 我们把我们的所谓的全部的动作 这个叫字卡的前面 字卡的后面 我们有写字 但是这会员的权益 我们就不方便公开 那老师之后的话会做事实的 去做出一个公开 我相信这是对我们会员 这个诚信的一个代表 那这个神盾之前 你要注意到 6462神盾 这个地方操作绝对是错误的 你不是看他一上柜以后 就急急忙忙的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你也不是说看跌一天大跌 那第二天持续的下跌 而且是开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概在140块钱左右 它直接打到接近125块 甚至后面还打到跌听板116块钱 我相信这种操作叫做赌博式的操作 那我们的操作从这一天开始 低档区出现所谓的讯号 开始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一直到今天创新高 一直到今天创新高 也就是说你的操作 如果说是赌博式的操作的话 你可能会面临到跌听板的命运 你可能会面临到跌听板的命运 而我们的操作 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叫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是老师 这两集会员我相信 你目前为止都得到验证了 那我们重要的一个刊物 叫做胜券日报 也就是说你是严老师专属的会员 你在每一天收盘之后 你一定会收到我们的胜券日报 来导播看到这个地方 胜券日报里面都有所谓的重点股 这个重点股的方向只有一档股票 只有一档股票 利用这档股票把整个产业面 我们来做出一个解说 让你知道这档股票未来的商机 到底为何 那我们之前讲过的至今 三天连续大涨 三天连续大涨 设备类的小型股的话 均好第一次的操作已经结束了 后面保留给我们的会员 那也是有两根以上的涨停板 那这档叫神盾嘛 连续涨三天 三天接近涨了20% 我这边画两根停板 我相信这档股票在12月30号 我们在所谓的胜券日报里面就已经先行预告了 那后面要操作的股票 来你打开到我们的胜券日报 时间回到12月24号 12月24号 严老师写的一档股票 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 新春开红盘 你要注意到这档股票 全球电动车包含工业4.0 它这个商机 它是相关类型的马达的部分 你要注意 还有所谓的微控制器的部分 投信之前开始在那买方 那我们从新春开红盘之后 这档股票就列入到我们的重点股 我们的股票也不多啦 老师啊是不是这档股票 有机会不排除 那这档股票是网通题材的 股本3.1亿 今天刚刚开始从底部起涨 涨停板的价钱在55.9 它就很巧刚刚好在55.8 底部起涨你不用追 你可以等拉回找买点 这个就是底部布局的一个好处啦 那这档股票基本面要留意到 我们从所谓的营收来看 去年全年营收的话4.79 今年公布到第三季 目前为止已经赚了4.62 也就是说今年的四季 可能会超过去年的一个全年 这种股票就是我们后面 准备要布局的一档非常重要的股票 在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如果这档股票拉到涨停板 老师会在节目里面适时的公开 那老师刚刚讲过了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就是说元旦假期 你不是老师会员的 今天老师非常欢迎你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索取我们的开盘八法 今天免费送给你 但是只有限于前面十个名额 前面十个名额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拨电话进来 那新春开红盘之后 到底会涨哪些股票 老师今天也大放松 难得嘛 一年就一次 老师佛心来着 老师来做出一个大放松 今天只要你电话拨通的 记得 你要预约明年的标马股 你明年开始 你要做到反败为胜的 老师这边准备了三档股票 指纹辨识IC的 来这档股票 拉回找买一点 TAB-C的这档股票 来 新春开红盘你直接买了 因为很容易它就直接 还会在大涨 还会直接在大涨 如果说你要长期布局的 这档股票对你而言比较合适 LTBS的低温多精细的一个商机 这三档股票 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索取 颜老师祝各位 可以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那圆满假期 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看到颜老师的节目 记得反败为胜 这三档股票 先把它拿回家 重要的资料不要外传 现在就可以开始 拨打您的电话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请用五分猪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 五分猪 五分猪 五号 千金可买早知道 跟对人 你也可以早知道 运达头顾颜老师 顶级追容VIP 买衣送六八 运达头顾颜老师 即刻请现实回馈 一六八 最加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运达头顾 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言与风筹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内境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义友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赖世宝是最认真 最专业 最了解国际趋势的立法委员 赖世宝委员在台北市 亲澳 花博 或任何需要协助时 总是义不容辞 跟利相同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 这是我们立法院 很重要的资产 最优质的立委 赖世宝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 继续收看 营养老师 问你主持的 文超胜券节目 那今天的所谓的台股收盘 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重要的意义的话 你要注意到 目前为止 这个电脑荧幕跟你讲 今天的尾盘 最后五分钟量 它是属于一个带量上工的 那这个带量上工 代表什么样意义 也就是说 在最后一盘的时候 有人愿意买超了 接近80亿 这个大量的买超 代表说去买的人 他对新春开轰盘 后面的行情是非常的乐观 所以老师必须有责任 也有义务要提醒你 这个买盘 绝对不是一般人去买的 绝对不是一般人去买的 如果说你就用K线的形态 来看的话 今天看到所谓的红K棒 它至少吞噬了 之前的一根 所谓的黑K棒的同时 它这个地方等于是一红一黑 这个地方有转强的一个讯号 那如果说这个新春开轰盘 这个正所税取消之后 这个所谓的红K棒 还是有机会持续的产生 所以说我们对于大盘的一个方向 要去看到一个准确的研判 至今的行情即将 要在元月份开始启动 所以说目前为止 很多的股票会在新春开轰盘之后 直接的跳空大涨 这个你要留意一下 当然元月份的一个行情 值得期待 那我们从1月1号开始的话 我们的节目 有开始做出一个小幅的变动 那长期收看老师节目的 你就看一下我们这张节目表 那我们在所谓的运通财经台 每天早上的部分 一样集中在早上9点半到10点 这是每天早上的第一个 所谓的早上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把时间往后挪到 凌晨的12点到12点半 12点到12点半之后的节目 还有一个是1点半 1点到1点半的 相隔了半个小时 这边有连续两个时段 提供给所谓的上下班 不方便的人 晚上可以准时收看元老师节目 那非凡所谓的商业台的部分 跟所谓的非凡新闻的部分 我相信这两个节目老师 陆陆续续前后上了5年左右 那这个古海洋帆是礼拜六播的 那股市周报的话 在所谓的元月份 元月10号礼拜日 老师有参加所谓的录影 所以说这个非凡商业台的部分 股市周报在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有三个时段 早上8点钟一个时段 12点一个时段 一直到这个下午4点钟 到隔天的重播 你都可以看到严老师 你都可以看到严老师 这个盘东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连线包含所谓的商业台 跟非凡台 58台的部分的话集中在尾盘 可以准时的 也可以上网 去浏览一下严老师的节目 那今天老师给各位一个不一样的 尤其你是严老师会员的 这个指纹辨识的商机 这张股票你要注意到严老师的简讯 你要注意到严老师的简讯 指纹辨识的商机老师在这篇文章里面 500个字 都帮各位详细的去做出一个陈述 那你对于这张股票了解的 你有信心的 那你就知道了 后面要跟紧脚步了 那还有一张重要的顶尖胜券日报 这一档成长股你要回去翻一下 在12月24号 12月24号 这两个商机电动车 包含工业4.0 抽马面的部分是投信在那买房均线上扬了 这张股票最有机会在新春开放盘 直接看到一个跳风大涨 所以说你要把资料找出来 在12月24号 我们写的所谓的胜券日报 只有一档股票 我们不会写两档股票 我们重点股只能写一档股票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一个坚持 买股票买股票 要买在底部会起涨的股票 你买下去比较有意义 你买下去买在相对的低档区 你可以避开风险 但是业绩一定要成长 来看到这档股票 你从今年一到三季的营收 4.62 跟去年4.79来相比 等于说今年全年三季 快要超过去年的全年四季 这个叫做成长 那这种产业 今年只有一种 明年可能也只有一种 它叫做网通的产业 网通的产业 之前看到一线城市在用 现在要推展到二线城市 我相信中国大陆十二五计划 推行到第四个版本了 这个网通目前为止还是主流 当时很多人去追高 追高也有杀下来 那这档股票目前为止底部正在起涨 底部正在起涨 你要好好把握 今天的股价表现也是非常强 你真的在找盘有买的 应该都是赚钱 但是老师要跟你讲 不是说你赚这个10% 赚这个9% 绝对不是 你要看网通 后面的一个题材 就跟我们最近公布的光耀科 投信跟外资有没有在那买方 有啦 那盈利利跟毛利利也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股价创新高跟上严老师的动作 我们会去做第一个动作 那后面的动作就是会员的权益啦 那代号6158的何昌这档股票 我相信最近很多人都在讲它 为什么 老师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真的很标 老师这档股票真的很标啦 有买的都有赚钱啦 我真的很羡慕啦 但是老师要提醒你 这边股价10块钱 涨到今天的高点还不到两倍 如果股价没有办法涨超过五成 涨超过一倍的 这个不能称为标股 但是在底部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档股票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后面可能还会再大涨嘛 有些股价是怎么样 你越不买啊 它就越涨 有些股价是你买了之后 它就开始跌啦 这个需要专业的判断 老师当时候就跟你讲拉回找买点啦 到今天为止一样是再创波段新高 到今天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TAPC的商机这档股票老师跟你讲 非常强哦 今天还是非常强哦 这个关键性的买点你要切入 切入之后的话 投信开始作涨嘛 那投信作涨完了之后 明年第一季啊 TAPC的商机有没有机会再发酵 我跟你讲这个商机你要特别留意哦 商机非常大 所以说之前股价没有涨 并不代表它后面不涨哦 这档股票我们第一次的操作 我相信你看节目看那么久了哦 老师都跟你验证过了哦 但是这档股票涨完了没有 你要自己判断哦 今天你看到没有股价非常强 最高来到48.65 前高的位置48 新春开红盘 你要注意了会不会带亮上空哦 今天成交带已经出来了哦 今天成交带已经出来了哦 就看到新春开红盘会不会直接跳空哦 很多好的股票会在所谓的原业行情带动之下 他会用另一个跳空的模式啊大涨啊 这档股票老师特别提醒你哦 你不要说老师啊 涨上去了你没有跟我讲哦 今天刚刚好假日你都在家 你都在家的啦 都在看老师的节目啦 再讲一次哦 6104的创委啊 你不要说涨上去以后 老师啊你都没跟我讲 老师绝对都有事先讲 短线的一个股票来 这天涨10% 隔天再涨10% 三天连续大涨28% 拉回找买点 我相信我讲的都没有错啦 但是你的买卖点就不对 如果说你的买卖点不对 你不见得赚得到钱啦 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志方 云端跟广通 这两股票 到今天为止啊都创破断新高 这种股票的话就一路大涨了啦 这种股票你不用去分析啦 分析它没有用 一路大涨嘛 也因为业绩题材 包含筹码面 你用这三个方面去判断这张股票 我认为后面要大涨的机会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股价当时候的12块钱的话 它是小量的 后来看到一个带量上空 三大法人开始积极的买进 这个时候大家几乎都抢的啊 几乎都抢的啊 这个股价还没有涨三倍啊 老师说过有些股价今年啊 不是涨五成涨一倍喔 有时候会涨两倍喔 我们还曾经做过的股价涨五倍的喔 非常惊人喔 长到这边 来持续注意啊 云端跟物联网的商机 你真的要注意一下喔 那今天的话 看到老师的节目啊 那元旦假期祝各位休假愉快 在休假的同时啊 不要忘了 如果元月份行情啊 在开红盘那天立即发动喔 你要记得严老师有事先跟你预告 来开盘办法 只剩十本了喔 多一本也不行啦 跟他纯十本而已啦 你今天你有兴趣的 看到我们节目的喔 你电话打得快的 你一定有 你一定有喔 那要预约标股的喔 今天老师也很大方 跟各位一起分享 跟各位一起分享 分享我们的标马股 老师啊到底是不是标马 把资料拿回家看一下 这三档股票以后会不会涨 老师这样子讲对吧 你要预约标马股嘛 你要先把资料拿回家 拿回家以后 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三档股票是不是标马股 好 那新会员的部分 新的投资组合 这三档股票 老师会亲自通知 今天打电话进来 记得喔 这份资料反败为胜 三档股票 让各位亲身来验证一下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用预分枝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枝 五分枝 千金可买早知道 跟对人 你也可以早知道 运达头顾严老师 品质追荣VIP 买一送六八 运达头顾严老师 即刻请限时回馈 168 最佳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严分枝师 现场七本命研究 七命完整 拥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败小公司 透视七本命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熟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太是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对您的鼓智鼓尊献 人儿 27810909 27810909 有些人被你抗中央 红色感 哪一枪 空笑风 一句 空笑 看水看清漆 再回来心爱的无缘的男人 无声哪像 风吹风吹 叫空笑望 落後聲 哇 這麼多好聽的歌 江飛好賣啊 懷念的江飛 粗粿就沒了 快要來家裡放 以後想要聽江飛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全土15片CD 兩片DVD 總共251收 1,280塊 金卡電話 0800257 258 空北公共257 258 每天都日曬雨林 真的好希望有一台可以做